中信8号服务进入海水中 海昆号露出半截船身 跟着前方的拖船缓缓前进 博港测试最后阶段又有进度 准备以往抬船小物 27号一早就有历史性的一刻 上午8点左右船务拖带作业进行 海昆号前舰头尾造型首度曝光 尾舵和船头从制高点上一览无遗 军事迷提早卡位 我早上六点就来 早点过来看看这样 这是台湾第一艘的就是潜舰 关心一个国舰潜舰国舟 这是我们国家的台书 拖带作业进行港口管制 编号711海昆号首次完整亮相 服务前进大约200公尺后 暂停在浮船航道上 海昆号要进行预备清测试验 下午脱带进入台船船务 包括海上港警军方小艇 陆地管控和无人机干扰枪在内 周遭环境进行陆海空三方管制 海昆号一到小屋后预备清测试验 主要是了解海昆号的重量 是否与电脑设计的结果相符合 外界关切完工时间表 国防部长强调一切跟着进度走 以安全为最大考量 台湾第一艘前舰进行驳港测试 最后阶段随着海昆号的曝光 让港边的民众大开眼界 夏天新闻同友 重欧欲文 新区小组高雄报导